今天在北二高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一个车祸意外 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多 一辆载着44位安清般师生的游览车 从台北出发要到新竹去校外教学 就在途中驾驶疑似突然中风了 结果就在北二高79公里处 突然冲向了路边栅栏 整辆车就翻到了大约5公尺的边坡下 造成了包括驾驶在内29个人受到轻重伤 翻落武功只剩边坡的游览车 终于被吊了起来 不仅车头全毁 右边的车窗玻璃也已经面目全非 可以想见当时翻落的力道有多么恐怖 我们看到现场 那个发现这个游览车已经冲架了 那个大概距离有两层楼高的一个边坡 拖在上面 尾巴在下面 对啊 悬挂在半观看 对 27号上午9点多 这辆载着安清般 44位老师与学童的游览车 从台北出发要到新竹校外教学 不过却在北俄高79公里处发生意外 车子其实都还蛮平顺的 可是也突然就一瞬间就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打滑还是怎么样 就是冲下去了 当时警销立刻封锁两个线道 支援车辆也随时待命 要在第一时间抢救受困的师生 站到那个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个田 刚刚就摔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就突然就翻滚 我就是经理家就来三层上台 包括驾驶在内总共二十九个人受伤 被陆续送往医院急救 警方初步了解 可能是因为六十三岁的驾驶许天才 突然中风才导致意外 应该是一个中风之后 然后造成右边的一个肢体没有力量 所以说导致翻车 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OK 正常没有异状 然后医生呢又有一个说 又勾选到一个可继续用 职业汽车驾驶制造的一个驾车 没有问题 游览车公司发言人说 许天才已经有三十七年的资历 健康检查也毫无问题 这一次的事件 他们绝对会负起全责 至于没有受伤的学童 则是一点彷徨 被安排返回台北 原本开开心心 出门的一趟校外教学 却是以外收场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